日本防卫省称中国海军舰艇首次通过中国海峡 战略上日本视中国海峡与对马海峡为自家田地 十分忌惮中俄通过 日本自卫队最新式坦克高调亮相民间活动自我宣传 日媒称折射征丁南久近 美海军最新型无人侦察机转而先部署在中东 核实部署亚太尚未确定 日本与美国共享情报的期望暂时落空 美军最先进机器人大兵亮相 美国国会规定到2015年前三分之一的地面战斗将使用机器人士兵 各位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 欢迎您的收看 来看详细的内容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防卫省称五艘中国海军舰艇 今天通过了位于日本北海道和俄罗斯萨哈领导之间的中古海峡 从日本海驶向太平洋 日方强调这是中国海军舰艇首次通过这一海峡 透露出紧张感 日本NHK电视台报道说包括导弹驱逐舰在内的这五艘中国军舰是在14号凌晨通过中古海峡的当时日本出动了P3C反潜侦察机等进行跟踪警戒 日本共同设称中古海峡为国际海峡与公海相同 舰艇通过在国际法上没有问题 不过日方仍对中国海军的这个第一次倍感警惕 日本防卫省表示为什么要通过中古海峡的目的不明将对此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中俄两国海军5号到12号期间在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日本海展开联合军事演习 参演的五艘中国舰艇本月初通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 日本防卫省称中国舰艇今天通过中古海峡应该是结束演习返航 中古海峡位于日本北海道和俄罗斯的萨哈领导之间 俄日本海和俄霍茨克海的要冲 它是日本通向太平洋的北方出口 也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出入太平洋的重要的通道 战略上日本一直致力于钳制中古海峡和对马海峡这两个咽喉要道 以达到控制日本海的目的 在这一次的中俄海上军演当中 尤其是在中国军舰通过对马海峡之后 日本就曾经特别关注中俄舰艇是否会通过中古海峡 日美两国甚至专门挑8号到12号之间 在距离中古海峡最近的日本领土北海道 举行了联合飞机巡航 可以想象未来日本必将会进一步加强对于中古海峡的监视 可事实上日本正在积极构建 能24小时监视全世界所有海洋的体系 实际上就是通过在未来五年发射九颗海洋监视卫星 那么形成三个星座 它会对全球所有的海洋的表面形成监控 而这个监控的当然我觉得首要的目的就是监控雕条 包括监控到马德甲这附近 因为这个是日本的海上生命线 但是更大的范围 它实际上对于全球所有的重要战略水道能经监控以后 它可以为美国提供强大的一个信息的支持 在美国它的海洋监视卫星 比如说有时候不能正常工作的时候 它可以为美国提供行贸支援 那么知道安倍政府目前正在积极的谋求 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 那自民党干事长施破茂 14号在参加NHK电视台的讨论节目时宣称 即使在现行宪法下也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 那这一表态会与来自美方的强烈期许有关 实破冒称 议会应当就行使或者不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后果进行评估 这三言论遭到其他多个党派的反对 民主党監事长契也豪志表示 不同意将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范围无限扩大化 日本公民党監事长井上一九表示 不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是日本政府对于宪法的一贯解释 目前的环境并不适合立刻改变这一解释 社民党監事长又视争执也表示 坚决反对行使集体自卫权 自卫权已经过于膨胀 日本应该削减超越领空领海领土之外的战斗能力 所谓集体自卫权是指与某国关心密切的国家遭受其他国家武力攻击时 无论自身是否受到攻击都有使用武力进行干预或者阻止的权利 根据日本现行宪法第九条 日本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和不保持战争力量 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安倍政府一直谋求突破集体自卫权的禁区 希望通过修改宪法或者宪法解释 使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实现正常国家化 有学者指出令人感到讽刺的是 安倍的修宪举措一直以摆脱美国烙印为理由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为了迎合美国的战略需求 これは米軍が世界戦略の中で 特に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いて 日本軍に米軍の役割を保管する役割を期待している 米軍を保管する役割を期待している これ西半球においては イギリス軍が米軍と一体行動することが多いんですけども 東半球において日本軍にそういう役割を期待している 事実上美軍高層已经多次表達了 对于日本允許行使集体自衛权的期待 就在11日 美国海軍作战部长格里纳特在华盛顿发表演讲称 有关允許日本行使集体自衛权的讨论非常重要 如果得以实现 将使日本海上自衛隊加入以美国航母为中心的舰队 共同作战成为可能 日美在东北亚地区的防卫合作模式 将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在311日本大地震当中受到影响的慈城县大喜丁 13日舉辦了一场城市振兴活动 而日本自衛隊的最新式坦克伊陵市也来到了活动现场 不过这种高调宣传的背后 也折射出了自衛隊目前面临的窘境 自衛隊不但派出了伊陵式坦克 还派出了专门用来迎接各国首脑的特别部队 仪仗队 HK电视台指出日本自衛隊派遣最新坦克 与仪仗队参加外部活动 这是极为罕见的 实际上因为一部以大喜丁为舞台的坦克动漫很受欢迎 所以大喜丁就想效仿这一动漫 并向自衛隊发出了请求 伊陵式坦克是日本国产的主战坦克 也是军事战略转型的产物 伊陵式坦克车体每侧只有五个负重轮 比前辈九陵式坦克少一队 可以使用大型民用卡车进行远距离运输 并符合海港码头的装载重量要求 从而可以在未来离岛作战时发挥显著的作用 日本防卫省官员指出伊陵式坦克火控系统 能够确保高效撤回各种目标 这项功能配合现代化合成模块装甲系统的应用 使其如虎添翼 无论是在对抗敌军主战坦克的战斗中 还是在打击敌方使用反坦克火箭筒的游击武装时 都同样自信 号称亚洲第一坦克 NHK电视台评论称 这一次自卫队罕见的派出这么先进的武器 参加外部活动是为了自我宣传 NHK得到的数据显示 日本志愿入伍的人数在1998年达到10万人 此后逐年下降 即便在311大地震中 自卫队的救援活动受人瞩目 报名入伍人数仍然没有明显的增加 不过安保方面的专家指出 这种简单依靠战事防派武器宣传的方式 过于理想化 不一定能够起到多少作用 国民にとっては身近なものになっていると 戦車だとか大きな強力な軍艦といいますか 防衛感を持っていたりということで 子供の目でクレーン車だとかですね そういうものがかっこいいという そういう延長にかなり近いですね 本来は何をする組織であり 実際に何をしているのかと ドラマだとかアニメだとかで楽しむということは 別のものだ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そこはしっかりし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 好 欢迎近日收看今日亚洲 据日本NHK电视台14号的报道 美国海軍優先開発的最新无人侦察机 原本計画部署在亚太 但是美国海軍将部署計画提前了一年 并計画将最初部署地区由亚太改为中东地区 基于美国总统奥巴马推行的 重视亚洲的国防战略 MQ-4C特里同号无人侦察机 今年首次試飞成功 并計画于三年后的2016年下半年 在亚太地区的关島首次投入使用 但是据美国海军相关人士的消息 鉴于叙利亚埃及动荡持续 伊朗核问题僵局未解 美国海军决定修改当初的计划 将该无人机首先部署在中东 预计MQ-4C特里同号无人侦察机 将于2015年下半年以巴林为据点 部署于负责中东地区的第五舰队 特里同号无人侦察机全长约15米 机翼长40米 可以在18000米高空飞行28小时 能够识别地上高尔夫球大小的物体 这种型号的无人机主要针对海基目标 可用于海上高空搜索巡航导弹的目标 对高速目标进行检测 监控常规潜艇的活动 同时很可能还配备了高灵敏度的 针对核潜艇的红外检测设备 有专家指出MQ-4C型无人机将成为美国海军海上巡逻和侦察部队的核心组成 正是因为这种型号的无人机出色的海上巡逻能力 日本媒体一直高度关注它的部署情况 因为按照此前美国海军的部署计划 将MQ-4C无人机部署在关岛 将可能使日本与美军共享更多的来自于地区其他国家的情报 但如今随着美军改变部署 日本此前的预想也暂时落空 美国军方研制的世界最先进人形机器人阿特拉斯日前亮相 那这一机器人将来或许能够像人一样在危险的环境下进行救援工作 由于阿特拉斯能够像人类一样用双腿直立行走 令人联想起科幻电影中的终结者 美军新闻处12号说 此次由波士顿动力公司为美军研制的世界最先进的人形机器人阿特拉斯 身高1.9米 体重150千克 由头部驱干和四肢组成 像人类一样用双腿直立行走 它的双眼是两个立体感应器 有两只灵巧的手 能在实时遥控下穿越比较复杂的地形 波士顿动力公司发布在网上的最新视频展示了阿特拉斯的能力 比如在传送带上大步前进 躲开传送带上突然出现的木板 从高处跳下稳稳落地 两腿分开从陷阱两边走过 然后跑上楼梯 单腿站立 被从侧面而来的球重撞而不倒等等 为了更好的开发阿特拉斯的能力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资助举办了一个为其开发应用软件的挑战赛 其中用机器人救援表现最棒的队伍将获得200万美元的大奖 此前美国国会曾通过法案规定到2015年前三分之一的地面战斗将使用机器人士兵 为此投入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单笔军备研究费1270亿美元 以完成未来战场上士兵必须完成的一切战斗任务 包括进攻防护寻找目标 据悉美军未来一个旅集作战单元将至少包括151个机器人战士 机器人大兵在科幻电影里我们并不陌生 如《终结者》《机械战警》《机械攻敌》中都有机器人向人类发起战争的剧情 不过美国海军研究室在报告中对军方使用机器人提出了警告 建议为军事机器人提前设定严格的设计 否则整个世界都有可能会与他们的钢铁之手 联合国也曾发布相关的草案 呼吁各国应暂停对机器人杀手的研发和使用 直到召开国际会议制定出机器人杀手适用规定 再来关注斯诺登泄密事件 三十岁的美国人斯诺登上个月曝光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名为棱镜的秘密监控项目 斯诺登的矛头在指向美国政府的同时 也指向了多个大名鼎鼎的科技和通信公司 尽管谷歌微软等公司在项目曝光之后 纷纷和他批清关系 但是美国的一名前情报人员向俄罗斯RT电视台披露 通信公司在秘密项目当中是彻头彻尾的帮凶 什么事发生了这里是 而随着斯诺登时隔多日之后的再次楼面 更多有关斯诺登本人的消息也逐渐被披露 最早协助斯诺登曝光棱镜项目的英国卫报记者格林沃尔德 近日在接受阿根廷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 斯诺登手上还掌握着更多有关美国情报机构的内幕消息 足以给美国带来更致命的影响 如果斯诺登手上尚未公开的文件一旦曝光 将成为美国的最大噩梦 而美国批评俄方为斯诺登提供宣传平台的理由 也很难令人信服 do you think that he should have reform as he's forfeited his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as well well Matt Mr. Snowden as we've talked about let me just state this because I think it's important he's not a whistleblower he's not a human rights activist he's wanted on a series of serious criminal charges brought in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Virginia in the United States okay I'm sorry but I didn't realize people who were wanted on charges forfeited their right to speak to free speech 再来看本月五号叙利亚港口城市拉塔基亚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 在爆炸发生一周之后有匿名的美国官员透露 这起事件实际上是以色列空军秘密进行的轰炸 而目标则很有可能是俄罗斯向叙利亚军方提供的导弹 爆炸发生在叙利西部港口城市拉塔基亚 这里距离俄罗斯设在塔尔图斯的海军基地近八十公里 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的五号凌晨 俄罗斯RT电视台援引多家人权组织的话称 爆炸发生时在拉塔基亚东部城镇的上空曾有战机飞过 爆炸还造成多名政府军士兵伤亡 据三名匿名的美国官员透露 爆炸的罪魁祸首正是以色列战机 而目标则是俄罗斯向叙利亚提供的宝石超音速反舰导弹 此前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就曾经指出 该型号导弹的部署地点就在拉塔基亚 宝石是俄罗斯研制的一款性能先进的反舰巡航导弹 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 可携带重达250公斤的弹头 俄罗斯从2011年开始向叙利亚提供该型号导弹 以色列政府目前拒绝对此事件发表评论 而根据RT电视台的报道说 如果以色列的轰炸属实 这将是近年以来以色列针对叙利亚境内目标发动的第四次袭击 今年1月和5月 以色列空军曾经先后两次袭击了叙利亚的一处科研中心 5月3号 以色列还对大马士哥国际机场发动空袭 外界猜测行动的主要目标是破坏伊朗向叙利亚提供的地对地导弹 叙利亚冲突爆发之后 以色列一直坚持绝不允许黎巴嫩真主党和叙利亚的伊斯兰武装分子获得先进的武器 一旦这条底线被突破 以色列军队随时可能诉诸武力 甚至直接进入叙利亚 继续来看 韩亚航空客机失事事件仍在调查当中 目前失事的原因还没有确定 但是美国的一家电视台公布了一份失事航班飞行员恶搞名单 引起了韩国舆论的愤慨 据韩国KPS电视台报道 美国旧金山一家地方电视台 KTVU电视台报道称 韩亚航空失事客机的飞行员身份已经获得确认 并朗读了四人的姓名 主持人在播报名字的时候是用礼语 对失事客机的飞行员名单进行了恶搞 新闻一经播出就遭到来自各方的抗议 有人认为该报道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 电视台辩解称这份名单是经过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确认的 当天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进行道歉 称由于一名暑期实习生的失误 错误的带有侮辱性的确认了飞行员的名单 韩国媒体质疑称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此前就出现过工作人员口无遮拦的情况 所公布的调查结论也前后不一可信度堪忧 韩方担心美方做出不利于韩国航空业的单方面结论 令韩国航空业生育受损 据KBS报道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正在对韩国航空安全等级进行评估 这是该组织五年来首次启动对韩国航空安全等级的评价 韩国航空业界对此十分紧张 上世纪九十年代韩国客机和货机接连发生坠机事故 因此美国二零零一年曾将韩国定为航空危险国 并限制本国公务员军人搭乘韩国航班 据推算韩国的航空公司因信仪下降 遭受两千二百多亿韩元的损失 再来关注泰国炫富僧人的消息 日前被泰国媒体曝光的原坎迪他寺院住持 龙虎内康禅迪公被查出涉嫌性丑魂 半毒洗钱等罪名 尽管他已经被逐出佛门 但是给当地寺院造成的生育损失却很难恢复 根据泰国PBS报道 13号泰国四色局府僧人委员会 对原坎迪他寺院住持龙虎内康禅迪公予以还俗处理 目前禅迪公将面临警方的进一步调查 尽管对禅迪公进行了相应的处理 但是自他手拿着奢侈品皮包的照片被媒体曝光之后 就再也没有民众到坎迪他寺院上香祈福 该寺院变得日益的冷清萧条 根据此前的调查 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禅迪公曾经与一名女子发生了不正当关系 两人育有一子 今年已经11岁 而根据这名女子的指证 他在14岁的时候就与禅迪公发生性关系 而当时并非他自愿 泰国特别案件调查司表示 目前将考虑以强奸幼女的罪名 对禅迪公提起诉讼 此外泰国警方在对禅迪公的调查当中发现 有50多辆高级轿车实际属于禅迪公 但这些汽车都登记在他人名下 根据初步估算 仅这些涉案汽车的总价值 就高达1亿2300万泰铢 约合2400万人民币 目前警方正在调查这些汽车的来源是否合法 禅迪公是否还涉嫌贪污洗钱贩毒等罪名 最后我们一起轻松一下 继猫咖啡馆之后 日本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以动物为主题的咖啡馆 据路透社的报道 东京色谷办公区有一家叫英秋的咖啡馆 咖啡馆里养了一黑一白两头山羊 并将它们安置在咖啡馆内的布置小屋里 店里的客人不仅可以边喝咖啡边和山羊玩耍 还可以带着他们去附近散步 那两只山羊现在已经上了图画书 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 而咖啡店的生意也日益红货 每月能赚到150万日元 约合9.7万元人民币 咖啡厅的老板说 他下一步还计划开一个大象咖啡馆 新亚洲闻天下 感谢您收看 今日亚洲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